零下40度的北极圈 抽着轩鹤门 凶狠冷酷的猎人瞳孔 快速而仔细地寻找着目标 一旦发现 直接举起98k 千里之外一枪给人 这位生活北极的传奇大嫂 究竟有什么神通 为什么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还能如此得心应手 本期的紫牙同去微观视角 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位 因纽特传奇大嫂的生活 感受因纽特人的魅力 在我们的刻白印象里 因纽特人大都如毛隐穴 住在冰屋里的 但其实自1980年开始 老一辈的因纽特人 就已经搬到了定居点 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不用再过那漂泊无一 四海为家的日子了 并且当地政府 给他们发放了大额补贴和工具 还给予了他们在定居点的 合法补猎权 而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传奇大嫂 卡米克就是跟随儿子大壮 迁移到格陵兰岛顶居 现在的大嫂 虽然身怀精准的枪法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扣过班级了 看着录像带领上一代族人 曾经的生活 大嫂心血来潮 盘塞着明早想带上家伙 出门转一转 试试自己的祖传记忆 有没有退步 第二天清晨 大嫂起得很早 叫醒儿子大壮 然后坐上战车便往山上赶 今天二人打算抓支海报 算是为即将到来的节日 增添一道美味 不知道什么原因 儿子大壮打小就有点闷 你看他专挑一些 凹凸不平的冰面形式 就知道闷是什么意思了 虽然有一位如此坑妈的儿子 但是雪橇上的大嫂 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而且还悠闲地抽起了轩鹤门 一对深邃的眼睛望向远方 颇有王者风范 做了半个时辰的拖拉机 娘俩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大壮卸下工具 而大嫂则是简单粗暴 扛起猎枪 往哪一顿 就开启了猎人模式 观察着四周的每一处动静 眼前融化的海面 不禁让大嫂想起了曾经的日子 抓鱼 捕鲸 赶海报 那时的日子虽然不如现在的舒服 但她们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想起这些 大嫂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感伤 往日的自由自在 就像此刻的冰山 虽然融化了 但是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在大嫂的 心里永远地流淌着 川流不息 并且伴随着下一代的族人 远远流长 永无止尽 怀念之余 大嫂的猎人眼睛搜寻到了目标 伏兵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大嫂立刻转换模式 收起自己的怀念 大嫂的眼神一下凌厉起来 接着便朝着目标走去 接下来的操作不要眨眼 熟练地拉开保险 举起猎枪 闭上一只眼睛对着瞄准器 对着远方就是利落的一枪 千里之外 一击毙命 能把酒吧可以如此运用自如 不知道的以为是一位老男人 但事实却是面前的这位殷纽特大嫂 从下跟随附近打猎 并且各种工具使用的炉火纯青 她就是殷纽特女人的形象代表之一 听到声响的大壮 立刻划着小船 用钩子将那头濒死的海报带了回来 看着船里壮硕的海报 大嫂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这足够他们一家吃上好几天了 虽然大嫂今年七十有余 但依旧给人一种很精干的样子 可以说是保枪未老 传奇大嫂的名号也并非浪得虚名 接着母子二人将海报拖到冰面上 这时大壮拿出小刀 直接将海报从中间划开 大嫂因为身体原因 而是坐在一旁闲情益智的喝着茶水 等大壮将海报皮处理好之后 他才起身清洗起海报皮 洗干净之后捡好 海报皮可是防寒保暖的好东西 像当年 他们祖先都是靠着海报皮缝制衣服 才能在这寒冷的北极生存下去 两人回到家之后 大嫂便开始处理海报皮上的油脂 用磨好的乌鲁整齐的挂去脂肪 这种工作可是因纽特人 从小就必须学会的 大嫂也是很专业 几十年间从没有刮破过一张海报皮 几十年过去 每次都是大嫂操刀 因为她生怕别人会刮破海报皮 那她可要心疼坏了 接着将刮干净的海报皮放在一旁晾晒 然后大嫂就叫上隔壁的翠花去戈壁滩上捡鸟蛋了 因为现在正处于候鸟迁徙的季节 所以在戈壁滩上经常能看见一些零散的鸟蛋 他们运气不错 走了没多久 就看到了隐藏在石头边的几枚鸟蛋 看起来还很新鲜 估计是刚生下没多久的 大嫂刚准备走 就听到身后有几个孩子的欢笑声 原来是大红带着几个孩子过来帮忙了 人多力量大 很快他们就捡满了麻袋 众人满载而归 而今天的午餐便是煮鸟蛋了 接着大嫂点燃火炉 然后放上装满鸟蛋的锅 接下来静静的等待美食即可 像以前 殷纽特人还需要用脂肪油保护火种 如今他们也用上了现代的生火工具 简直不要太香 等待的期间 翠花背着孩子过来了 她将孩子抱到怀前 和大嫂聊起了曾经的过往 聊天期间 不知怎的就谈起了 以前用海豹皮做衣服的时光 大嫂想着自己好久没缝过海豹皮了 于是翻出了收藏许久的海豹皮 她依旧保留了曾经的习惯 先用嘴将海豹皮摇软 再开始缝制 虽然现如今的殷纽特人 已经有了现代化的保暖衣物 但是老一辈的殷纽特人 依旧习惯用海豹皮缝制一些东西 是的 搬到定居点的殷纽特人 已经不再如往日的艰难 现在他们所在的部落 到处都能看到现代科技的影子 如摩托车 冰箱 电视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热爱艺术的人们 闲暇之余还会弹吉他或者小提琴 做完护膝的大嫂 一游未尽 便想着叫孙女做鞋子 孙女也很乐意 在一旁认真地听着 按照奶奶教的步骤 孙女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先用嘴巴将海豹皮摇软 然后再进行缝制 因为海豹皮很硬 缝起来比较费劲 所以他们会在手指带一个顶针 用来提高缝纫的速度 我想这个东西 各位在自己奶奶的针线盒里瞅一眼 那可是必备的 很快大嫂就将鞋子给缝好了 这模样颇有老北京布鞋的风范 不过与老北京布鞋不同的是 这可是用海豹皮做的 比起布鞋要更加保暖 也更加稀有 缝好鞋之后 大嫂穿上试试脚 很合脚 这时屋外有人叫大嫂出去参加活动 这是阴纽特人一年一度的祈福活动 众人围坐在一起 嘴里念叨着古老的祈福话语 四周的老人感怀以前的生活 开始唱着古老的歌曲 大嫂也加入了其中 再次想起了曾经的日子 大嫂脸上又流露出一丝感伤 古老的阴纽特人在那苦难的日子里 用着这样的方式鼓舞大家的士气 期望着来年丰衣族时 而如今的英纽特人 用这种方式祭奠那段苦难 而又自由的岁月 他们也希望族人们不要忘记以前 应该带着苦难的记忆 去迎接未来美好的生活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视频不错 不妨加个关注和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和鼓励 就是我创作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